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一名葵聰警署警長 懷疑因為自編自盜汽油彈的案件 而遭到警察以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被捕 今天有消息傳出 原來這件事是案中有案的 而且還有警黑合作的嫌疑 到底案情是怎樣發展的呢 就要回到今個月中 這名涉嫌警長帶領著特遣隊的同袍 在葵聰警署附近的葵聰村範圍 成功拘捕了一名青年 就說這名青年將一個 再有兩支懷疑汽油彈的手提袋 放在石桌上 後來陸續有傳媒接報到場 將警員拘捕和押走該名青年的畫面 就一一地攝錄了 案件後來交由葵聰警區刑事部 繼續跟進調查 那名被捕青年就說 根本上他沒有意向警署擲汽油彈的 並且公稱原來他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在限時動態上提供一份賺錢的工作 這名青年為了賺幾千元 於是就跟那個人接客 原來就說要幫忙送一些酒 根據他的公稱就不知道是汽油彈 警察於是就去追查這個涉嫌的幕後主事人 但發現那個人有用的是太空電話卡 身份不明 不過警察就在事發現場附近的閉路電視畫面當中 發現得到一輛當晚曾經接載過那名青年的私家車 經過數天追查以後就找到那個私家車的車主兼司機 警察除了懷疑私家車司機就是招攬其他人犯案的主事人之外 又發現得到他原來跟破案的警長有著一些不尋常的聯繫 懷疑有警務人員是涉嫌自編自導破案 警察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就說 在他們調查一宗刑事案件期間 懷疑有人妨礙司法公正 於是就展開調查 經過調查以後 昨天就在秀茂萍拘捕了一名38歲的警務人員 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而且是會被停職的 好了 這件事的案情就聚述到這裡了 到底是反映了什麼問題呢 首先來說 到底過去的大半年 有多少類似這些案件 到底有多少的冤假錯案出現了 這件事件 唐若傳媒所報導的這個版本是屬實的話 那名幫手 送走的 找快錢青年 他就無辜了 他沒有理由幫你送走的時候 自己喝一口 他才去送的 當然那名青年也太過大貪了 想著幫人送走竟然可以賺到幾千元的快錢 所以都是那句光棍老教仔 便宜莫貪就是這樣 所以逢有這些情況出現 青年就不要再上當了 根本上找你們笨 老點你們去送走 其實就是去送頭 因為他就叫你去指定的地點出現 擺在石桌之上 馬上就有人出來拘捕了 如果這個案情屬實的話 情節真是非常之嚴重 擺到明就是砌生豬肉 為了自己博取紮職的機會 竟然間就是陷害中糧 到底過去這大半年 發生過多少宗類似的案件呢 可能是數之不盡的 我又回想到一些案件 比如說那些槍械發現案 為什麼每次警察都說 在攝氏人準備犯案之前 就已經破獲得到那些武器庫的呢 到底這些案件有多少成是真實 有多少成是引誘那些人入局 請軍入鞍的呢 真是要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清楚 為什麼獨立調查這麼嚴重呢 現在攝衝警署這個汽油彈案就是一宗的 到底在過去的大半年 有沒有出現過一些下案件 由你警察主動去聯絡江湖人物 然後引誘青年入局被捕的呢 所以真的要獨立調查 這些是完全離譜 陷害中糧、砌生豬肉 沒有天裝、沒有地再告訴你 如果這宗攝衝的汽油彈案 最後證實的情節是真實的 到底對於過去的案件會不會進行覆審呢 而法院最笨蛋的地方 就是信納所有警方所提供的證供 這是有問題的 原來現在已經出現了這宗案中案 是不是代表所有警察都有誠信呢 都是可以信納的證供 法庭會不會再檢視一下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件事已經揭露得到 有一個警黑合作產業鏈的可能性了 是不是呀 根據去年的數據顯示 原來1920年度的線人費 總共有1.45億 而根據報導所說 這名攝衝的警署警長 就跟江湖人士 即是開車那名司機 即是在網上招覽青年作案的司機 關係過重甚密 到底當中有沒有牽涉到線人費的交易呢 而且這名警長也是罪無可恕 為了自己搏襲職 竟然叫江湖人物在網上招覽青年作案 其實就是去送頭 你自己就踏著青年的大好前途 自己去上位 根本上真正吃人血饅頭的就是這些人 你是陷害中糧 這些就叫做人血饅頭 明明那名青年只不過是一時的貪念去賺錢 只不過就墮入了你這個圈套當中 一定是要徹查清楚 還回所有人一個公道 是不是 沒有理由真正作案的人 就逍遙法外 那個青年 為了貪圖幾千元 斷送一生的前途 豈不是很愚蠢 現在這宗案就說 好在天網恢恢 再加上司機夠愚蠢 開自己的車子接載青年 又被你在閉路電視當中找到蛛絲馬跡 刮到他出來 這樣才是有機會翻案而已 其他的案件又如何呢 所以我再強調獨立調查的重要性又很重要 你自己有查自己有 查這麼久才能查到一宗案中案 其他的有沒有案中案 問你自己吧 心知肚明吧 至於有些人說擔心警察搞這些大農訪 無非是為了重建他的公信力 以及重建警民之間的互信 我覺得這些都是過分擔心 他就搞不了 因為在過去大半年 香港警察的所作所為 已經是落印在香港人的腦海當中 不能磨滅 接著就要說昨天另一宗案件 就是發生在沙田的廣原村 說有一班警察走了上去單位拘捕人 在今天 O記的高級警司李桂華出來 見記者的時候所說的說法 就跟區議員所說的 差不多完全相反 李桂華怎麼說呢 他說 昨天在廣原村的拘捕行動 事件當中 警察就曾經兩度詢問被捕人士 是不是需要律師 但是兩次被捕人士都說不需要律師 而且有關的經過 警方也是記錄在案 強調警方是按住程序去處理 並沒有不容許被捕人士跟律師見面 李桂華就說 被捕人士有需要的話 警方都會提供律師列表 給被捕人士自行去尋找法律支援 嘩 說到好像服務周到那樣 到底區議員怎麼說呢 當然是出來踢爆你 廣康選區區議員廖柏康就說 那名被捕的男子 他本來就是從事Wall Game用品的買賣 在一個星期之前就已經察覺到有不妥了 於是就找了他求助 當時那名男人就說過 是發現得到自己的公司和家門口 都裝有一些偷拍的鏡頭 逛街又被人跟蹤 如果他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就要立即去幫他叫律師 即是他叫過區議員 那千釘萬足的區議員 是需要律師的 一旦發生狀況 即是說他被人拘捕的時候就需要律師了 但是昨天這個區議員到場之後 他和律師都被人拒諸門外 那豈不是 那個態度是180度轉變 有沒有可能在一個星期之內那麼大的轉變 到底你在屋裏面對於這個人做了什麼行為 是會傳出一些呼喊聲 喝喝聲 拖拉聲 和作吐聲 這些真的很奇怪 是不是 你要關門來處理這案件 為什麼你不能打開門來做呢 你就開城報公了 既然你覺得所有事情都是陽光底下來做的 你覺得自己是光明正大的 你大可以打開屋門 任得那些記者拿著長鏡頭 你喜歡拍就拍飽了他 警察在裡面是光明正大的 忠誠勇毅的 為什麼你又關門 然後傳出這些怪聲 怎麼解釋呢 跟著 兩次都說拒絕見律師 你做過什麼來 但是人家一個星期之前 特地找區議員 叫律師 有什麼事就幫他叫律師 現在連律師和區議員都去到現場了 竟然又說他兩度拒見 有沒有人相信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